我相信这个傻**绝对会看我的视频 绝对会看到这里 这期影片我真的想要骂人 但是影片前8秒规定是不可以骂人 那就忍耐一下 为什么想要骂人呢 就是最近有一个中国网红 在他的直播间公然的辱骂台湾人 只是有一个观众在留言说 台湾护照可以免签去美国 他一下就气炸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要去美国 他拿中国护照去申请 准备了很久 美化了自己的背景材料等等的 想要去美国呢 准备了很久 结果在签证官那里 因为有移民的倾向 被移民签证官给拒绝了 这一下他心态可能就崩了 立马就开了个直播 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就有一个粉丝留言嘛 那个肯定是他的观众 就是也没有用什么言语过激的 就是说台湾护照是可以免签美国的 他一下就气炸了 说台湾哪里有什么护照 有什么台湾护照 那今天陈老师啊 现在已经过去了8秒 陈老师就教你做做人 别他妈跟个傻逼一样 在这种公开的平台上 辱骂一群人 他不是辱骂那一个人 他是侮辱整个台湾人 而且后来他在留言区也说了 说台湾人都是狗 那个orange cat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 换你妈的台湾护照 台湾你妈是中国的 你他妈给我记住 王八蛋 你台湾上的护照写的什么 the public of China 你给我他妈滚 听到没有 你的护照上写的不是他妈台湾 你自己去看一下 你的护照上写的什么 他妈有病跑到我这 他妈撒乙的 换你妈台湾护照 我告诉你 你他妈迟早 你他妈得他妈换 你他妈得换护照 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接受求同存异 但我不接受你这种行为 挺好 这是我的底线 我们可以不谈很多东西 你只要承认我们 同根同缘就行 但是你他妈让我换 他妈台湾护照 换你妈护照 换你妈台湾护照 台湾哪来的护照 英文是他妈差呢 记住了吗 前段时间 我在YouTube上看了个视频 就是台湾 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已经他妈脑残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年轻一代的年轻人 台湾人已经被洗脑 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都不知道 China和他们的关系 他们觉得台湾 是个Fucking country 他妈的台湾 他妈不是一个Fucking country 他现在不管是怎么样 有争议也好 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状态 我不管以后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说 你他妈现在的 你拿的是台湾国的护照 没有台湾国 而且后来他在留言区也说了 说台湾人都是狗 说什么台湾人呢 跟什么美国 别以为你们是盟友 其实都是狗 你为什么 如果台湾人真是狗的话 你为什么要激动呢 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如果你的敌人是狗 你应该在一旁 看着开心才对 为什么反而激动的 崩溃的是你自己 其实台湾跟其他国家 结盟的话 这是个利益交换 互相都有自己的利益 那台湾为什么 要跟美国走得更近呢 很显然 台湾现在面临的前面的是谁 就是中共啊 就是中国政府 就是中国啊 他必须要导向西方 跟西方走得更近 这是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啊 那就像当年 中国为什么要跟非洲这些国家 要绑在一起 然后要大撒币 就是希望在国际上 能够得到 这些非洲穷国家的认证 因为大多数的国家 民主国家都是 认同台湾的 那你能说 中国也是那些非洲人的狗吗 说句不好听的 中国是以前苏联的狗吗 是现在 俄罗斯的儿子吗 很多人都说 额爹额爹 我首先我也能做到公正 那中国为什么当时 要跟俄罗斯在一起 我也不会说 中国人都是俄罗斯的狗 我不会认为是狗 中国当时跟苏联走到一起 也是因为中国 共产党政府 也是因为苏联 把它扶植起来的 在中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政权 所以它也是从苏联发家的 所以它必须 要跟俄罗斯走到一起 因为俄罗斯扶持它 成长起来的嘛 你真的以为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吗 共产党是从 那个俄罗斯走过来的 从德国发源的 它并不是中国的产物 OK 所以你真的了解历史吗 还在直播间里面 大秀 大骂说台湾人不懂历史 到底谁不懂历史 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吗 早些年台湾人 非常的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然后呢 包括教科书里面也说 我们要堂堂认正正的 做一个中国人 那为什么不承认呢 是现在因为中国共产党 都不承认中华民国 那这位网红呢 还在直播间里面说 台湾护照照写的什么 写了台湾吗 而是写的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 也印证了 对啊 它写的是中华民国 干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屁事啊 对吧 这个九二共识 连中国政府都跟台湾政府之间 有互相去 做一个签订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 它是玩文字游戏嘛 虽然跟你签订了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但是一中各表 台湾表的是什么 中华民国 请问中华民国 干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屁事啊 啊 有China就证明是你一个国家吗 那Sons Korea跟North Korea 他们都是Korea 请问是一个国家吗 南韩跟北韩是一个国家吗 这什么逻辑啊 政治概念是政治概念 文化概念是文化概念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个民族 韩国人跟北韩人都是一个民族 OK 但是政治角度上 他们就不一样的政治体制啊 那中国跟台湾是一样的体制吗 不一样啊 台湾人今天被扣薪水 被拖欠工资 他可以去反抗啊 他可以站上街道啊 而中国人呢 被工资欠了 上街反而被抓 你这是寻心知识 给国家添乱 干你俩击掰 这一样吗 这不一样啊 还要直播间里大骂 台湾人是傻逼 说台湾人他妈的 说什么没有历史概念 到底谁没有历史概念呢 还有历史你都说了 它就是历史 是过去的历史 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 跟未来的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还不能决定今天的事情 未来可能也有变化 未来可能台湾也不一定 是现在的台湾 历史是不能决定今天 更不能决定未来的 你把过去的那些 搬过来 真的像个傻逼一样 你他妈脑子里装的是粪吧 过去的 我打个比方 印度现在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能按照你的逻辑说 自古以来 印度都属于英国吗 能这样讲吗 人家已经从英国独立出来了 你能这样讲吗 那如果真的 像一些中国人一样 尤其像那个中国网红 我觉得这个傻逼啊 绝对会看我的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有几个台湾的新闻频道 包括像是社图日记 八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这个傻逼绝对去看过 八种他们的节目 后来又他妈又什么 玻璃心碎了 又激动了 又像那狗一样的狂吠 说什么台湾的新闻频道 台湾的自媒体 说他们的新闻标题啊 提到了他嘛 那可能就有八种这些自媒体 讲了他的这个事情 他又急眼了 又他妈激动了 跟个傻逼一样 又在网上开始废啊 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个事情 要扯到历史 讲自古以来的话 那自古以来 俄罗斯的很多地方 都是中国的 像什么海参崴啊 弗拉迪沃斯托克啊 这些都是中国的领土啊 几十个台湾那么大 你敢去逼逼吗 当年中国的那么多领土 是共产党 中国政府 攻守让人的 台湾观众朋友 可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当然这段历史 它没有完全的封锁 你可以去查证 查证得到的 中国当时南海的一些岛礁啊 都送给人了 然后包括跟中国周边 沿线的一些国家 领土的都割让了 中国政府主动割让了 为什么 就是想要满足周边国家 希望周边国家 能够支持 这一个新的中国政府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因为当时 全世界大部分都是支持台湾的 尤其是民主国家 因为价值观理念 都是支持中华民国的 因为至少这个中国 当时的这个中国 它是相较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更加民主的 理念是更加相近的 所以它得到了 广义上更多人的支持 所以说历史它是不断的在变的 你能说中华民国 对吧 我就不讲中国了 我们就想讲一下台湾政府 你能讲台湾政府 现在虽然说宪法上 说大陆是它的领土 你觉得现实吗 不现实啊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中国的这个概念 越来越没有了台湾 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 不现实啊 就算我是一个中华民国派 我是国民党的 我讲一句公道话 大陆这一块领土 已经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区了 对不对 你在这里跟我讲历史 那就算在讲历史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人 你真的了解这一块土地的历史 真的要一定从自古以来去讲的话 去评判的话 那新疆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 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自古以来 那个某一个时间段上 某一个地方是属于中国的 从那个时间段去算的 某一段 比如说明朝或者是某一个朝代 那个朝代 确实台湾以前被 这个清朝统治过 你就要从那个时代算 说自古以来 你干嘛不再远一点呢 再远一点台湾还是荷兰统治的呢 还是西班牙统治的 按照你这个自古以来呢 台湾就不属于中国了 因为自古以来台湾还属于西班牙 属于荷兰 对不对 自古以来嘛 然后你自古以来 然后你要讲的话 为什么不讲啊 自古以来那些朝代上西藏 新疆还不属于中国呢 你不是要一定要按照历史去评判今天吗 所以就像个傻逼一样 历史是历史 历史不能决定今天 跟他妈不能决定未来 你他妈小鱼上没上过 跟个傻逼一样啊 那个美国签证没有通过 就就急眼了 就跟个傻逼一样 在那个YouTube上公然骂 大家也看过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过去没有像今天这么一样 讲过这么多的脏话 没有因为我是就是论事的 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那对于这种傻逼呢 就真的没有必要跟他客气 那看了他的直播的朋友也知道 他说啊 哪来的什么台湾护照 不说台湾吧 香港跟澳门 那从政治角度上 我们都是客观的 尊重客观现实 即使啊这个地方 可能他们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没有办法改变 就像香港一样 但是讲具实在的 现实的嘛 没有办法改变的 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特别行政区 对吧 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 那香港人他有自己的护照啊 你怎么能说 中国人就一定是中国护照呢 香港人他不是用了你那一本红色的护照 然后只能去非洲 其他国家都不能免签的 你不能 用这种很奇怪的逻辑 香港人跟你不一样的护照 要不让你们换一下护照 你跟香港人换一下 你看你能不能去美国 直接不用审查 直接过去啊 然后很多中国人呢 可能对于历史啊 对于国际局势啊 对于很多东西啊 他都以浅薄的这个观念去评判 他人为什么会觉得 哎 为什么我们就会被拒签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综合国力 你想想大陆那么多人 他们真的都是有钱人吗 没有 如果中国开放免签的话 都能去美国的话 那多少中国人都跑了 因为现在没有免签 中国人都跑掉了 你想想如果免签的话 中国全跑了 全跑了 去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美国 你想想嘛 这很简单的道理啊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 对中国实行签证政策 要审查 要看你的移民倾向 你想想今天 就算对你实行签证政策 你看看洛杉矶 看看这一边 看看我们这边 就不看美国其他城市 你看洛杉矶 你出去满那街的那些华人 其实准确来讲 叫中国人吧 因为他们手上拿的 还是中国护照 都他妈是旅游签证 过期了的 我就不想讲那些旅游签证的 现在都他妈每天 多少非法移民 多少偷渡的 偷进来美国 都他妈是中国人干的事啊 你跟我这里说 有些中国人会说 为什么给中国人要签证啊 很简单的道理 你说有多少日本人 台湾人 韩国人 去了美国之后 非法滞留在那里 违法的 或者是偷渡进去 台湾人会走线吗 或者是从南美洲 一直走路离开台湾 觉得台湾这个生存 真的太累了 太辛苦了 有吗 没有啊 所以这个不是谁歧视你 这就是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东西 客观的一个因素 慢慢逐渐形成的 没有任何人歧视你 你今天拿不了美国签证 然后有一个人就提到了 台湾签证是可以 免签美国的 这也是事实 然而你没有通过美签 因为你拿的是中国护照 你一看到台湾护照 你那下就崩溃了 就激动了 他妈像个狗一样 就开始在那个频道上狂吠 我相信这个傻逼啊 绝对会看我的视频 绝对会看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刚看的 他去看了所有台湾的新闻媒体 关于他的报道 也看了像是八种的频道 他都看了 他知道像是八种的那些内容啊 他也看完了 也知道他们的标题是什么 这就是个很玻璃心的人 啊 就是自己讲了那些脏话之后啊 然后私下又去看 哎 哪些媒体骂我了 如果我真的 我跟你不是一样的人 我讲了什么话 我不会去私下再去看 哎 有没有人骂我 有没有人骂我什么东西 然后看到那些骂我的人呢 那他他又很崩溃 然后又在他的什么 YouTube社群上面开骂 说什么 我的频道从此之后 不给台湾人看了 人家要看你的频道 而且我看了他的留言区啊 干几般 还有很多台湾人之前 给他抖内干 我就说过台湾人 不要这么善心 不要这么善心啊 你要保持个警惕 台湾人真的是太善良 而且我看到那个留言区啊 大部分台湾人 都是很理性的 对 我觉得对于这种人 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骂一骂 那傻逼没有必要对他个气 啊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说傻逼呢 因为是他先讲别人傻逼 而且是公然去辱骂的 不然的话 我是不可能会去骂别人 大家看我的频道 看了这么多气 我没有讲过什么脏话 嗯 没有 这个人的频道呢 叫什么电玩科技 干你妈的 跟个傻逼一样 长得说别人说什么 什么台湾你妈 什么死妈 什么 那个脸你看看 照照镜子吧 长那个死妈脸 脸一垮着 你看下 大家去看一下 我说的对不对 他的脸是一垮着 戴个眼镜 大家都是戴眼镜的 怎么你戴眼镜就像 就像个傻逼一样 怎么你一戴眼镜 就像死妈了一样的 那个脸就死妈脸 啊 中国大陆有个词 可能台湾观众不知道 就叫死妈脸 就叫死妈脸 就是那个表情啊 看起来就没有一点 那个情绪在 然后好像就就像 他妈死了一样 所以叫死妈脸 你看一下 我说的对不对 各位观众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觉得像的话 就在他的留言区啊 就在他的留言区说一下 陈老师说这句话 对不对 好吧